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加上四个轮子的飞转 闻名进程速度加快 然而一百年过去 新时代的人们对汽车也有了新的想法 三福天的湖南长沙 闷热难耐 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 这条实验赛道上 一辆新车正在进行性能测试 请监控 偏摆幅度 自动力分配情况 与以往的汽车测试不同 这一次是由大数据技术参与其中 请监控 悬挂状况 扭力状况 偏摆幅度 声音异响参数 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中国车企想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精准了解客户需求 我们现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用户他不仅仅希望这辆车是一个代步工具 他会觉得我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生活 甚至包括我雏形 我的娱乐 我的社交 社会交往 都希望在这辆车上面实现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第二个车联网打数据 他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王云是一名数据工程师 但这次他要去参与一款汽车的设计 这对于王云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以前汽车设计师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审美 完成一款车型的设计 然而并不是每一款汽车 都能够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当你打开车门的那一刻 是否觉得你的爱车 还有那么一点遗憾 王云设计汽车的工作正式开始 但他并没有打开图纸 也没有参考其他设计方案 而是对各种车型的使用点评数据 进行分析 王云对目标客户群体 进行了一次画像 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去帮他去做一些这种 抓取 然后去帮他分析 当前市场上的一些整体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体上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种控中控面板的一个大屏的一个趋势 那现在其实说如果没有一个大屏的话 可能给人的感觉 就会在有点像落伍的感觉一样 汽车设计通过参考大数据分析 测试车的外观和内饰已经成型 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漫长 中国浮原辽阔 对于一辆新车来说 地貌 路况 气候 油料都不尽相同 未来将要面临的状况千变万化 除此之外 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完全不同 前面比例十路 请监控 车辆偏摆幅度 声音异响 车辆制度力的参数情况 同一台车可能是20岁这个阶段的用户 他认为因为他们比较年轻 他们认为这个比较软 但是对于30岁左右的人 他认为这个真好合适 他对于安全性和这个操控的平稳性的要求会更高 因此 这种测试需要更多的数据去参与校正 数据从何而来 如今 依托车联网技术 即将上市的这款新车 在交付车主使用后 经过车主授权 将会源源不断地传回地理位置 路况 驾驶习惯等多维度信息 运用这些数据 王云不仅可以对之后生产的汽车 进行精准调教 还能为车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未来的汽车将越来越符合用户的需求 对于生产制造型的企业 现在可以根据大数据的分析 来了解客户喜欢你什么 不喜欢什么东西 它对你下一代产品的期望和需求是什么 这个使得产品开发具有质 大数据的应用 对于我们各行各营 尤其是制造业的意义的话 是非常重大 目前全球拥有一千五百座高炉 其中三分之二的高炉在中国 每年产生的数据量达到315TB以上 这座位于中国西北的钢铁厂 生产出来的钢材曾经被用于三峡大坝 青藏铁路和国家体育馆秒巢 然而如今却因设备故障频发 生产成本过高 一度挣扎在生死边缘 车子非常危险 一方面是市场低迷 我们企业处于最赔的状态 另外一个我们高楼生产也不稳定 高楼的思过很多 高楼生产出于一个不可控的状态 生产的越多亏的越多 要想摆脱生死危机 九刚唯一的出路 就是进行一场彻底的技术变革 赵洪博 工业大数据专家 他试图运用自己的技术 对高楼进行革命性改造 高楼也被称为炼铁炉 它是高温 高压 密闭 连续生产的巨型黑箱 人的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 高楼内的生产情况 刘金明 高楼炉掌 炉掌实际上就是高楼的医生 他就是给高楼看面的 这个总结下来的东西都 你可能把妹把它准 厨房呢 你就说开得比较恰当 治病的速度就比较高 这是现代炼铁生产工艺里 最难掌握的技术 在两万多人的九刚 像刘金明这样的高人 也只有寥寥几位 他通过肉眼观测 高楼内部燃烧状态 预测出高楼内部的温度 偏差不超过千分之五 对刘金明来说 这座价值十多亿元的高楼的 内部工作状态 全由他来掌握和判断 七号高楼是九刚最大的高楼 自2011年点火开楼以来 前后经历了178次各类事故和故障 对于有着丰富经验的刘金明来说 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显得束手无策 以前靠人的这个口头的总觉 或者是靠人的定性的去归纳 很难把这个对高楼的认识和知识传承下去 所以说这个也是 必须是到了一个平静阶段 必须用大数据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来解决高楼的这个技术的突破和传承的问题 赵宏博此次的改造目标 是九刚的七号高楼 对于赵博士的到访 刘金明多少有些意外 眼下 尽管这座高楼已经熄火好几个月 炉内温度也由2000摄氏度 下降到了30多摄氏度 100多米的高楼炉体布满了各种管道和线路 每一个点都有可能是将来改造需要注意的隐患 要想精准摸清高楼的现状 就必须进行由外及内的全身体检 刘叔叔 这是咱们炉音墨器打水用的管 是吧 对 打水给人说 仅通过外部勘测 并不能全面了解高楼的情况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赵洪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冒险钻进高楼内部进行勘测 一进去的话就跟那个发霉宫的一样 整个都是黑糊糊的 又有一块扎皮从上面脱落 直接把我旁边的一个人给打倒了 所以说这个危险性还是很高的 真提一下 这个楼子还 七处还可以 七处指导还可以 但是别于是发换的 对 对 对 看那边还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裂纹 这个裂纹 实地勘测之后 对于七号高楼的现状 赵洪博已经了然于胸 接下来就是制定改造计划了 还是可以的 北京实验室 一场模拟实验正在进行 这个迷你高楼 相当于七号楼的2800分之一 要想真正对高楼进行数字化改造 除了老师傅的经验之外 还需要高科技的加持 传感器 它是获取高楼数据的核心部件 这款耐高温传感器 是通过获取炉币温度的数据 来观测炉内变化 接下来赵洪博所要做的 就是通过这款迷你高楼 计算出传感器安装的数量 即位置 先把这个位置的装上 从八个方向要把它装全 这样的话咱们整个监测 到时候计算那个水平差热流强度 反应路方安全状态的时候 才能够比较有依据 经过科学计算 赵洪博计划在七号高楼 外部的不同位置 安装两千个传感器 来收集数据 这些传感器 每天将收集六百兆以上的数据 通过水温压力等参数 来反映高楼的运行情况 两千个传感器位置的选择 极为关键 误差率必须控制在百分之五 如果传感器安装的位置 不够精确 获取的数据不准确 无法预测到高楼内部变化 很有可能发生高楼被烧穿的事 炉钢一旦被烧穿 方圆五十米内的物体 将会荡然无存 传感器出装已经完成 测试正式开始 小鸡小鸡 铁水温度多少 铁水温度一千五百零二 好 出发 此刻 两千个安装在高楼外部的传感器 不仅可以像CT扫描一般 实时地对高楼进行监测 还可以提前两个小时 预测出炉内的情况 如今 炉内温度 燃料用量 矿砂的投放 这些原本依靠经验判断的工序 都在大数据的全面掌控之中 实现了精确的配比 不仅节约燃料 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经过几天的相处 老卢长刘金明 充分信任了赵博士和他的团队 今天 他特意把自己压箱底的一本工作日志 送给了赵博士 里面记载了他几十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由此 刘金明从一位大数据革命的旁观者 转变成了高楼数字化改造的关键性人物 其实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或者是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强项 我们通过跟他们的交流 也都会尽量地把他的知识沉淀下来 然后去提炼到我们的模型和算法的升级中 接下来 工程师们需要不断地把老师傅们的经验 与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比对 校正数字化模型 让数据平台对高楼的判断越来越准确 经过大数据改造 今后炉长只需要坐在电脑前 就可以对高楼进行管控 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改造 高楼重获新生 而九缸也一举扭亏为盈 野链每吨铁水消耗的燃料比 降低了接近30公斤每吨铁 那这个效率是非常巨大的 折换到成本的降低 就是直接一座高楼一年 降低了成本2400万 从我大数据的建设 是我们高楼真的拿到高才低好 绿色环保阶能 能够达到这些重点 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 大数据时代的工业革命 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民生 利用大数据对高楼进行技术改造的实践 让中国的钢铁产业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 中国工业大数据的体量大 和数据类型丰富 大数据技术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和发达国家是在同一期保险 所以为什么通过大数据的技术 中国工业呢 如果说能实现变道操作的话 这是中国工业这个领域里面临最好的一次机会 之前的工业革命 中国从旁观者变成追随者 从追随者变成探索者 大数据赋予传统工业新的活力 为老工业企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产生了脱胎换骨般的锐变